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地的节目 我是石头 上个周末前后据他统计吧 大概在星期六星期日 前后出现了38万人进行游行集会 原因就是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之后 成为了第一批 就是首次人们又有人去申请 在沙田尖沙嘴大概 进行相应的不同主题的游行跟集会 其中就包括美国通过了人权法案 成为了法律 大概组织者说大概前后最后出来了38万人 所以几十万人对于现在的香港人来讲 就是小case 在集会最后结束 在集会的过程中 本来他是主要是在监察嘴 本来他是下午三点钟开始 一直到晚上七点钟是八点钟 他的许可 警察搬出了许可 咱也不明白当初为什么警察搬出了许可 应该讲 区议会选举对整个香港的警察来讲 打击巨大影响巨大打击巨大 所以他们的态度是有所转变 但是当集会出现了十几万人 几十万人出现在街头的时候 警察突然在集会一个小时 就是游行开始一个小时之后 通知他通知主办人说 你马上结束 这基本就胡说了 对吧 所以完全是以权力的方式 以执法者的权力的角度 借助法律之名 借助社会安定之名 行使邪恶之作法 这个跟达基在对这个杀掉杜元席 炮落为梅博时 当时的说法是完全一样 你看一看现在香港警察的借口 中共政权的借口 你再看一看当时古书中写的 这个这个达基借借口 借法律之名 炮落梅博士的借口 一模一样 很有趣的 所以我说大家要明白 现在是妖怪 妖 鬼 兽 这是今天的环境 这是今天的环境 所以呢 就造成了巨大的冲突 里面在抗议的冲突的本身 远远跟之前不得相比了 这也是事实 但接踵而来将是这个周末 十二月八号 星期日 民阵再次发起了大游行 这是继八月三十一号之后 集会游行被取消之后 我们看到的三月之后的全新的概念 现在没有 我没有看到他警察发许可通知书 那将会发生什么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一切的做 一切的基础 建立在区议会选举和川普签署了香港人权法成为法律的基础上 这是一个在在这个香港抗争中已经超越了香港本身来到了一个国际社会的平台去迎合他天灭中共的说法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化石这个时间点已经完全不同了 林郑月娥在川普签署了人权法案之后 成为法律之后 美国过完了这个感恩节之后 发表了一番讲话 文章题目这么说 林郑月娥涉港法案会影响香港的商业信心 商业信心 它不会说出别的 对不对 它叫香港人权法 对吧 香港人权法讲的是人的保护人的尊严 人的生命品质 人的道德 它讲的是商业信息 一个女人臭不要脸 她可以卖银 那叫商业信心 没什么两样的 对不对 人家讲的说 这个女人不能卖 那个小伙子不能卖 你说 我一定要保持我有限的生命之活力 借助我有限的生命活力 展现我生命的诱惑 这一份生命的诱惑 在社会中求得报答 服务于社会 所以我卖银了 这词不错 这就是他的观点 这是共产党体制的观点 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 可能会伤害香港金融中心的商业信心 该法案完全没有必要 这个人 如果他是个人了 对不对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达基被江子牙杀掉的时候 他也是人呀 但他说的话是非常有趣的 我没说他 这事咱这事咱分清楚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做坏事 街头做坏事 去拆散人家的家庭 去这个卖银好 卖身也好 卖嘴也好 卖肉也好 卖什么都成 然后人家说了 别人说 你不能这么干 损人不利己 我有什么损人不利己 我有什么呀 我趁着我年轻 我不干这 我干啥呀 对不对 一没有费用 二是与生俱来 三是你愿意 四是我高兴 五我还能挣钱 我怎么数都是 有好处 对不对 你说不许卖 你这不是一点必要都没有吗 你把社会的活力 全都给斩销了 你扼杀了人们 赚钱以取乐 和充满生活丰富多彩的 这一面 你看 你这词怎么听 都是有道理 你真通过了 一点必要都没有 你真是 明明我可以在街头明着做 我现在只能按着做了 你看 你阻挡不了我 人完了 全完了 那现在也是 只有这么讲 你才能讲得通 你不这么讲呢 在我个人角度来讲呢 隔靴骚扰 人家笑话你 那傻东西 什么东西 他们还骂你 我跟你说 就像林郑月娥这样 你弄个书声说的 他就一乐 他说傻东西 读书读傻的 我觉得就这么回事了 林郑月娥 因为企业担心 美国政府以后 会根据相关法律 审查香港的状况 并采取什么行动 没错 他打的你就这个 不就这么回事吗 你说他是傻呀 他是你呀 他是聪明 他说的都是实话 美国企业有一千三百家 地区总部或者其他总部办 人家新加坡偷着乐 哈哈乐 偷着乐不解气 哈哈乐 他就这么回事 任何一个地方有兴有衰 对不对 那人说香港这地方不打地 我还说那个话 你说就是充满活力 你家的女儿 如果那根瑶子似的 你家女儿你给送那去 人权法的一切 讲述的人的尊严 那林郑月娥嘴里的一切 都是钱利益占有欲望 这就是善恶的本身 那与此同时 美国官员就是美国政府中主管香港事务的官员 香港没有充分的自治的话 美国会采取行动 所以美国态度也很简单 它是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家 当法律被签署之后 那作为政府来讲就只能执行法律 这是跟政府直接相关 在对港事务扮演关键角色的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 戴维今天表示 美国国务院方面依法办事 只要评估香港的自治程度受到抵押 将会采取一定的信仰 所以这是针锋相对 就是针对林郑月娥的发言 那美国主管官员 政府的主管官员直接的表态 他是在2号下午在华盛顿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演讲主题 有关全球化的中共国时 究竟在亚太地区 给予当地国家和美国造成什么影响的时候 他明确表达了 美中贸易战进入了全新阶段 中美之间的竞争 不必然走向冲突对抗 但必须是只有公平竞争 才能实现双赢 其实这一切都在一个生命的基础上 在现在的美国 他所谓触及到的底线 你让我说就是引告的为 Trust印在钱上的这句话 钱上有这句话 最基础的小学学校 有这样的这句话 这是今天美国人 他的生命的生长的过程 和他的日常生活的基准 中共的做法 直接与这句话相对立 出现的今天的所谓的场面 而中共的生命的本身 毫不掩饰自己是一个 在肉欲上横行一切 命是神 与神作对的生命属性 其他都下拜 所以你看到 在其他角度去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 就是个笑话 隔学骚痒 德亚洲电台记者访问他 说法律生效 国务院初期评工 是否认为香港还可以维持独立关税区 那美方又如何应对 中共国提出的反制 史立威说 通过法律 刚刚生效都有规定 一旦香港自治受到挤压 国务院方面必须提出 相应的报告和评估 如果香港不再有充分的自由 不再有充分自治 那根据法律 会直接影响到他 美国如何反制中共国的制裁 那他没有回答 因为这东西刚刚开始 那制裁的本身 中共国制裁的本身 在我眼睛里就是个笑话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MING PAO CANADA